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 华文新势力 美国议员没有决策权 因为议员很多 参议员就有100多位 中议员400多位 没有任何决策权 讲的话不代表美国 有行政能力 有执行力的政府 也不代表他们的政党 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 第一个就是大陆没有要美国磕头 对啊 然后他说永远不会像中国共产党磕头 大陆不会要美国跟他磕头 因为大陆只希望说平视 这是习近平的话 就是说中国人不会在仰视 世界各国的人 我们只能用平视 他没有说我要用俯视 如果有一天大陆讲要俯视的话 我想很多国家就会紧张了 可是大陆他们只说我是用平视 那就是平等对待 不要居高临下 不要摆出你一套你很有优越感的样子 就是说不要摆出你的优越感 不要摆出你的居高临下 不要以为你可以霸凌别人 不要以为你可以支持别人做什么事 我想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目前来讲 在回应美国人的一个做法 更何况 美国如果说要支持台湾独立 那中国大陆就完全有权利 支持夏威夷独立 中国大陆就可以说 夏威夷你如果独立的话 我给你签自由漫娱协定 我再给你更多的优惠 那他也可以支持这个德州 或是加州独立 也就是说如果你加州独立的话 我就愿意给你更多的优惠 然后让你好好的发展 把你的这个矽谷的 就是或者叫硅谷的 你的所有的行业 能够推动的更好 让你的加州民主共和国 那个发展的更繁荣长盛 那德州的话 他可以说德州你不是一直想独立吗 我中国大陆我支持你独立 因为绝对不能接受 美国联邦政府的暴权 美国联邦政府的霸权 还有美国联邦政府的独裁 就为了南方要独立 发动一场四年的战争 屠杀了多少南方人 也就是说美国的南方有多少人 是被北方的军队所屠杀 尤其是这些南方的各省 因为他们是农村 农民比较多的省 北方是工业省 南方是农业省 所以你们农业省 被北方的工业省大屠杀 那我们现在主张 推动你们南方的省 再恢复独立 因为联邦政府就自动组合 就自动分离嘛 怎么可以说我要分离 要分家不可以 要屠杀要杀南方人 这也不对 所以德州你只要独立 我大量买你的汽油 买你的天然气 让你的国家 让你的德州共和国更加的富裕 可不可以这样 这样不好嘛 因为目前来讲 全世界都不主张独立 不主张分离 欧洲也一样 加泰隆尼亚不是推动独立吗 本身不是也被判违法吗 所以我觉得这位议员 他所说的话 基本上来讲是错误的论调 不过呢 问题是他还发了一大片呢 而且还不止这一片 那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谈 那我也请教一下亮哥 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陆解放军 动物战区在今天呢 有公布他们最新的一个 实战化的演练的画面 那在此同时呢 其实你看到像美国媒体 也非常高度的关注台海的局势 比方说像New York Times就在说 如果台海爆发冲突 中国可能怎么样的封锁台湾 说试图用军舰军机围堵 实体经济数位层面 切断台湾对外的联系 而真正的封锁里 有数百艘的船飞机潜艇 要封锁台湾的港口机场 击退美国和盟国 可能为干预派出的军舰跟飞机 不只是New York Times 那另外呢 像是Reuters 他们也有一个分析 他告诉你说 你看中国大陆的海军 开始抹去假想的台海中线 把这个标题直接翻译过来 就是大陆的海军 开始抹去假想台海中线 随着中国现代化海军的实力 这个中线看起来 还是越来越没有意义 其实头条开讲里面我想不仅是亮哥 亮老师 早就已经在谈说海峡中线没啦 那现在的这个美国媒体才这么说呢 来亮哥 美国时报这本文章写得非常长 我也看了 相当外航 是 因为解放军如果真的要打台湾 一定是数战数决啦 因为封锁你会引起国际争议 比如说你如果影响到人家的航线 那影响到人家的航道 那国际社会是会抗议的啦 如果持续很多天的话 所以中国大陆不可能这样思考啦 比如说同样嘛 比如说他为什么不去占领东沙岛 去占领金门麻祖 因为那个对他来讲意义不大 那个反而是 你知道造成了两岸的极大的敌意 然后国际的力量 刚好可以借这个借口来介入 所以他必然如果真的要打 其实马英九以前讲的是对的啦 就是守战及决战 那一定是用最短的时间处理啦 就是说即使有封锁行为 那大概只是阻止军援的进入 军援为主啦 而不是说什么 要挡住你的天然气啦 那还要等你储备用完啊 那储备用完至少就13天 怎么可能呢 这个太天方夜谭了 你去想一想 台湾天然气13天用完 然后才开始引起紧张 那13天之前国际社会早就介入了嘛 怎么可能让你这样搞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外行啦 这个赖老师他本身学军战略战术的 这个一看就是外行啦 真打怎么可能这样打嘛 所以呢速度一定不会这么 他要阻止的就是军援啦 就是比如说那个他这次军演他去设这个宜兰 还有东海岸 他避免美军介入嘛 这个就是很实质的嘛 那其他的就是直接舒展述绝了啦 是是老师要补充吗 我大概这样讲了 就是说怎么样能够用濒临沉下 然后让你觉得孤立无援 然后你抵抗无望 那再来强烈的抵抗就是造成大量的伤亡跟损失 因为战争本来就是一种意志的屈服 就是你屈服了那就会投降 那你怎么样的情况会屈服 就是说你觉得没有外援了 也被孤立了 你不可能抵抗了 那这个时候你当然就说那我就投降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全世界都一样 你想今天如果乌克兰没有美国的等的资源 它的整个陆地的边界被封锁 然后所有的资源都进不去 乌克兰不到一个礼拜 它绝对投降 同样的道理就是 大陆只要马上建立区域拒止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进入台湾 然后台湾的民众或是台湾的民进党当局一看 这个孤立无援 美国也进不来 日本都不敢进来 连旁边的航空站 就是普天间的军事基地 的美国的战机都不敢起飞 然后横须或军港的船都不敢进来 那这个时候他一看孤立无援 这场战争打不已 只会无谓的牺牲 这个时候台湾的社会舆论 就是说没有必要打 也不要打 然后孩子回家 当病了可能就回家了 那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民进党当局一看大势已去 然后就是捡捡铺盖 然后就是说哪个飞机就一直把它飞走 这样子就结束战争了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 这是一个中美的一个大国较量 而不是两岸之间的战争 台湾的军事的思考是错误的 也不是两岸的军事战争 是中美较量而已 经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喔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 请问一下 2018年 10月1日